中國大陸也有022的飛彈艇 還不是大區 我們要介紹一下022飛彈艇 因為它時速70公里 配備8枚遠程反艦飛彈 具備隱身能力 排水量只有220噸 50節的高速 可以搭乘180公里的8枚英級83 還有一座630的禁防炮 兩座6連裝火箭 干擾的彈射的相關的裝置 另外還有飛弩的防空飛彈 那重點是它還可以發射什麼 發射英級21 因為英級21可以在動物5上面發射 也可以安裝在052D 甚至022型的飛彈艇 也可以安裝4枚的英級21 對 這個它問題是涉及到 因為我們都知道飛彈快艇 您剛剛談到很小 您剛剛提到就是220噸 220噸它基本上來講 是近岸的一個作戰武器 不是深海藍海軍 它是白色海軍 那這款的武器 這款的戰艦 它的罩門在哪裡 它很脆弱 一打可能就倒了 它一旦被擊中 它基本上就沒有活命了 對啊 因為它本身 為了要讓自己跑得很快 機動性很強 所以它本身的重量不能很重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由於它本身就220噸 所以它的燃油 跟它的這個艦上的這些儲存的東西 跑不遠 沒有辦法很多 沒有辦法很多 那它不會跑得很遠 所以它通常都是在沿岸裡面 那它的特點在哪裡 它的特點就是它跑的速度很快 然後例如說您有提到了 它的時速可以到70公里 50公里 它可以到70公里 船可以跑到70公里 所以它是這種雙船體的 它一跑的時候 就等於是有點像飛起來一樣 因為它是兩邊是尖型的 然後它一開始跑的時候 它慢慢的就開始有點像飛 因為有空氣源你這樣飛 所以它速度非常的快 好 隱身性強速度快機動性強 再加上它火力大 打完它就跑了 對 它打完就跑 孤狼式攻擊這樣子 軍檔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你的航母 或是大型戰艦 靠近中國的海域 例如說它的有效作戰半徑 例如說是200公里的話 那你的船一靠進來 那基本上來講 它一發現你 有人在衛星 有GPS定位 它一發射出去 它就可以飄掉了 它可以四何不理 打完出去以後它就跑了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特點 因此我們就看到 就是說在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它還有防空導彈 所以它也可以進行 這個已經靠近 中國大陸沿海的 本身的這個防空的導彈系統 它也可以建立起一個 一個防腐網 那這樣的一個 它又便宜 最主要是它又便宜 而且艦載人員少 所以它基本上來說 是很好的近戰的一個武器 但是在強調 它千萬不能被打到 對啦 它有招門沒有錯 那但是呢 因為它可以發揮 這個小呢 不對稱的一個 作戰的一個方式 是的 而且賴老師特別提到 它速度很快 然後很多艘的時候 它可以非常多的 去飽和去攻擊 圍攻你 所以美國航母呢 你就算想要攔截它 你也許你每一打都中 但是呢 它有太多了 你會被飽和攻擊 所以022呢 這個重點是因為 它上面可以發 英籍21 英籍21 它真的特別要強調 速度很快 飛行4馬赫 末端10馬赫 然後體型小 威力大 準度又很高 無法攔截 那為什麼這次要特別介紹 022呢 因為 菲律賓自以為 由美國來靠 所以現在怎麼樣呢 中國大陸也亮劍了 因為呢 中國大陸 去攔阻菲律賓 兩艘海警船 這相關的作為 因為它要到仁愛礁 又要什麼補給等等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被包成這個樣子 真的也有點久 然後中國大陸 四大艦艇也都出來了 譬如說包括 這個是徐州號 052 054A也有了 還有包括了 022的飛彈艇 以及呢 這個醫院的 這個醫院船 通通都來了 這一次中國大陸 總共 包括其他的船隻 就是有38艘 對 總共38 然後把這個菲律賓的 這些海警船跟補給船 團團的圍住 那團團的圍住的情形下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醫院船過來 也就是說 事實上在必要的時候 那該打就要打 該撞要撞 那如果有人員落海 或是受傷 那當然就撈起來去救 那麼送到醫院船去救助 對 可是問題就在於 為什麼這次飛彈快艇要派出來 因為機動性強 速度快 所以對於菲律賓的 這一些小型的船隻 因為小型的船隻 它很會鑽 那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比較大的話 它的機動性 就沒有它那麼靈活 對 可是在這個時候 那個飛彈快艇 就有這樣的一個功能了 它的速度很快的時候 它可以切割 那麼也可以把你的 菲律賓的這個船隊 把它切割成為好幾股 再把每股都圍起來 所以它就像這樣子 對 包成這樣你看 它可以每股都把你圍起來 所以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我們看到 菲律賓到最後也是屠勞無功 對 它帶了美聯社的記者 對 帶了外籍的記者 很明顯的就是來擺拍 然後最後 他們還是屠勞無功 也就是說 人道的援助可以上去 就是人道的補助品可以上去 但是其他的想都變想 因為菲律賓現在急得不得了 它很擔心它的 錯船 什麼時候解體 所以它一直想要去把它加固 也就是說船中有船 它目前來講 在做的就是 我在這個大船 那這個船已經快要崩了 所以我在裡面 就建立起一個鋼筋水泥 或者是木板的一個哨所 然後就把人放在那邊 到最後外面崩解了以後 裡面那個還在 它的目的是在這裡 那中國大陸當然 不可能讓你如願嘛 當然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部分中 時間其實是 站在中國大陸這邊 那菲律賓以為有美國人可以靠 美國人會出手 其實大陸為什麼會把這些戰艦 導彈快艇都派出去 其實您講的022 導彈快艇派出去 就是因為美國的航母戰鬥群 離這個地方並不太遠 對 所以事實上是 洞22有效的打擊範圍內 所以就是洞22在威著美國 它也可以威著嘛 所以也可以執行任務 也可以驅趕菲律賓的小型船隻 但是一樣有能力去攻打 美國航母跟航母旁邊的護衛艦 對 所以我再想問一下賴老師 美國知道說這個022 洞22它的一個能力之後 美國還敢輕舉妄動 給菲律賓底氣嗎 美國其實一直都是虛張聲勢 我把它稱之為裝槍做事 也就是說裝得那個 好像我的航母戰鬥群來了 在水面上擺起來 很好看 然後菲律賓就要有膽氣 你去鬧 我給你當後盾 但是菲律賓去鬧的時候 每一次都碰得一鼻子灰 然後呢 他每次一看 怎麼你美國從來不動作 美國怎麼敢動 因為美國知道 中國大陸已經準備好 隨時跟你開火 那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講 他也很清楚 你一旦越過紅線 中國解放軍 是已經準備好給你打的 你美國人準備好了嗎 對啊 因為在就 你來講的話 美國你是到 這個中國大陸自己的家門口 你又不是域內的國家 那中國大陸如果開火的話 絕對也是 他站在這個 大家能夠討論那個範圍 所以你美國可能也會 飽受相關的壓力 所以呢你看看到 為什麼賴老師特別提到 因為菲律賓啊 就是以為有美國給他底氣 為什麼呢 因為來看到 11月4號到8號 雷根號 卡爾文森號 都來到了南海 然後還有包括 日本海上衛隊的 日向號直升機號 我們這三艘通通都來 在菲律賓還舉行連演 給菲律賓底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就不斷的闖人愛招 他說我後面有美日靠 你中國大陸怕了吧 沒有 因為東二就已經可以 威著到美國的 這三艘的航空母艦 另外來看到是說呢 你日本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也給菲律賓 他的海警船 譬如說 像他最大艘的海警艦 已經到仁愛招了 兩千多噸 是日本建造的 菲律賓是以為 日本也會幫他忙嗎 日本其實已經給菲律賓 十二個海警船 十二艘 這一次安挺文雄 又到菲律賓去 要菲律賓挑撥菲律賓 多鬧一鬧 他再送給菲律賓 五套岸基的雷達 岸基的海上雷達 五套 然後現在又要貸款 給菲律賓 再讓菲律賓把那個錢 交給日本 然後去造新建 這次交的就是第一艘 總共要交五艘 所以日本人 還是從菲律賓那邊賺錢 因為菲律賓 他是貸款給菲律賓的 然後再由菲律賓 向日本委託他建造 那各位想想 債務陷阱 這才是最典型的債務陷阱 是啊 因為菲律賓 就等於是欠日本人的錢 而日本人就自己有造船工業 就可以活下去了 這個就是一個呆子 一個賊 就兩個人在玩這個遊戲 好但問題就在於 你造了又如何 75米很長嘛 然後你剛剛講 噸位2000嘛 2000 2000噸很大嘛 但是問題就在於 中國14億人口 中國的南部戰區也好 南部的海景的船艦 數量是足夠掌控 整個南海地區 這麼碾壓啊 所以你菲律賓你再多的船 其實你也沒辦法 多到像中國大陸這麼多 而且中國大陸是全方位配備的 對 即使你美國跟日本 兩個海軍加起來 因為你美國還要保護自己 對 還要分兵在這個中東 還要分兵在大西洋 你如果在太平洋的西部 就是我們講的西太平洋 靠近中國這個整個海域 包括南海 包括東海 如果你美國即使聯合日本 要跟中國大陸在海上一戰的話 美國自己做了很多次的兵推 從來沒有勝過 對 除非佩洛西來了之後 美國突然間兵推改變了 產勝 對啦 我也看到台灣很多都說 都聚焦在呢 產勝的那個勝的那一次 對 忘了說幾十次都是輸的 是的 所以呢 大家也要看清楚國際的現實 你在中國大陸家門口 你呢怎麼跟中國大陸相處 大家 中國大陸也沒有要打你啊 大家一起合作嘛 尤其是呢 東盟最近呢 也邀中國大陸來進行演習 譬如說11月13號 和平友誼2023多國聯合演習開幕了 中國大陸跟誰 柬埔寨 老挝 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等六國 本來三國又增加三國 變了六國 然後進行演習 在這個地方你看 人家周遭的國家 都來進行演習 人家要和好 然後呢 但是美國 你可以看到呢 跟菲律賓也在呢 這個地方巴丹島群島附近 進行演習 那到底誰才會得明星呢 也引發大家很大的一個關注了 我們廣告回來呢 請賴老師繼續再來分析 好我們來看到中美 到底誰呢 在國際上更有相關的底氣 尤其是中國大陸重返了海權大國 這個航母呢 我們知道福建艦即將海市 另外 上面的艦載機呢 也有很多的消息 最近消息來看到 殲35網傳說呢 他呢 計畫最新的發展是 取消了機頭空速管的 原型機的數量 增加到兩架 而且進行了編隊的飛行 因為呢 我們知道003的航母呢 即將要海市了嘛 殲35呢 編隊也即將亮相了 殲15的總設計師呢 孫聰老師說 殲35最快可能在今年年底 跟大家見面 這個是重磅消息 因為殲35是傳說很久了 我們已經看到了殲20嘛 它是重型機 我們叫做空中堡壘 它本身的機艙 內部裡面的這些攻擊性的武器 是儲存量是相當大的 四枚的霹靂鼠 它是適合空戰的 空優型的戰機 可是問題是 大家在問的一個是 比較清醒的戰機在哪裡 清醒的戰機 不能夠一直用舊款 當然我們不是說 這個殲15不行了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因為 有更新的航母出來了 而它這個更新的航母 它有彈射器 有電子彈射器 所以它可以把更多 固定翼的戰機 把它推上去 包括空警 空警600 對 所以空警600都已經問世了 也就是說 這麼重的一個戰機 本身都製造出來了 它就是準備 要在這個福建艦 要開始做海事的時候 要把它推上去 那戰機呢 那當然就是殲35 而我們曾經看過 殲35的折疊 也就是說有一次有一個 有一個照片 它就談到了說 這個回家了 然後談到了 殲35的一個影片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 那個因為是第三胎 第三胎指的就是福建艦 那福建艦上面好像有個折疊的 模模糊糊的影子 那很多專家就從這個地方 判斷說 殲35的艦載機 已經出來了 沒錯 那現在果然真的看到 殲35的真身了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畫面出現 各位想想看 如果殲35的折疊上來的時候 很明顯它就是要放到 這個福建艦上面 它的機翅可以折疊 就代表它本身 可以容納更多的戰機 在這個航母上面 因為我們機翅一展開 就空間更大 可是它一旦折疊起來以後 那旁邊就可以放更多的戰機了 好 那一旦這個戰機出來的時候 它本身也是外小型的話 那各位是不是可以跟F35PK 沒錯 它完全是可以PK的一種戰機 重點是它還有後發的優勢 我們要介紹說它有三大的優勢 說比你美國F22 F35還要來得好嗎 賴老師您覺得這真的有道理嗎 第一個它提到了說 說因為雙發的窩扇十九 它的最大速度2.5馬赫 其實比F22還要來得強 還有它的雷達偵測系統 跟電傳操控系統都是非常強的 因為彈化加來了 這個彈化加雷達的隱身戰機 其實F35它還沒有彈化加的功能 那F22更不用說了 另外第三個就是實現全方位的打擊 它空空導彈世界最強的 因為它有包括可以霹靂-10 霹靂-15 甚至常見-10 常見-20 這些都可以 這三大的優勢 是的 因為我們看到 在發動機這個部分 由於殲-20本身發動機的成功 例如說我們常講的太行 渦傘這個發動機 它本身的成功以後 我們看到它本身的延伸型的 那麼裝備給這個殲-35 那就不再話下了 而當時大家都已經估算到 說中國的戰機的速度 比這個F35還要快 比這個F22還要快 因為F22本身 由於設計上的錯誤 所以F22基本上不再量產了 而且這是美國國會通過的 國會已經審議通過 承認這個設計錯誤 然後就不再量產 也就是說現有的用完了就沒了 摔一架少一架了 對 所以它的重心 全部都放在F35 可是由於F22它本來是高低搭 輕重搭 但是由於這個重型的 高空的F22沒有了 所以它把很多的功能 就負給F35 F35就變成越來越重了 越來越重的情形下 它的速度就變成越來越慢了 對 它的作戰半徑 就開始被縮短了 那各位想想 中國是很按部就班的 穩扎穩打的 然後不花眾取寵 不弄巧成拙 所以一步一步的走的時候 那你看中國大陸就沒有犯錯 就走成功了 所以殲20出來了 重型機殲35也出來了 那麼比它輕 所以它的速度就更快 它的速度更快的時候 那如果說兩斤 兩機遭遇 那速度快的當然佔優勢 沒錯 如果能夠飛得更高 速度更快 它當然佔優勢 重點是它的導彈又比你強 對 它的導彈的功能性又更強 還有就是它的電站系統 對 它的電站系統 因為電站系統裡面的關鍵就在雷達 那它的雷達的隱身性 跟雷達的這個收集跟偵測能力 更強大的話 那當然它就會具有優勢嘛 而當它具有優勢以後 它的外銷型就會看好了 所以一般來講很多人 就會把這個殲35的外銷 會看的就是說它的潛力 是相當的雄厚的 它當然很雄厚 因為中東都在流口水嘛 覺得說這個殲35 你趕快出來啊 這個外銷型的我真的很想要 我們先來介紹為什麼呢 殲35出來之後 對於中國大陸的航母呢 這個戰力呢非常重要 這個完全對標的 殲35對標F35C 但是呢賴老師說的 我比你強啊 空頸600對標 美國的E2D 殲15T的部分呢 這個超級大黃蜂 大黃蜂 然後呢這個是D的部分 殲15D的部分 這個電子戰的 這個戰鬥機咆哮者嘛 這都是對標的 大陸通通都有啦 另外更別說呢 中東很想要的就是呢 也許是殲35啊 因為呢美國這個F35 也不賣給阿聯酋 又搞東搞西的 說什麼 哎呀我不給你華為 你不能用華為喔 那阿聯酋說 你不給我是不是 我還是要用華為啊 那我買殲35好了啦 另外再來看到 中國大陸現在 包括了教練機 也到了阿聯酋的航展啊 意思就是說 我用它的教練機 接下來就是可能是殲3鼠 然後呢在中東的這一塊呢 其實很多戰機也引發討論 包括什麼呢 殲10C啊 引發大家討論 還有呢 蕭龍也是如此 因為這一次阿聯酋的航空展 它邀請中國的兩種機型 那它本身是一個飛行表演專隊 對 一個就是高級的噴射戰鬥教練機 這個過去已經成功的賣到阿聯酋去了 那現在在那個地方去進行表演 其實很多的國家它會看到 這個戰機的性能這麼好的話 那他們要訓練他們的人 新的飛行員 他們就會買這個戰機 那一般來講一個戰機一買 就代表兩軍的合作二三十年 對 沒錯 因為它還包括後面的後勤維修 淋料件的補給 所以通常戰機的購買 都會考慮很長兩軍跟兩國之間的關係 那例如說你看蕭龍使殲10C 殲10C它本身是可以過渡到 以後可以到殲30的 那如果殲35的 那您想當這些海灣國家 它或是中東的很多國家 當它看到中國的戰機 本身的類型很齊全 然後性價比又很好 然後它如果向中國購買戰機的話 它就不用完全看美國人的臉色 它的本身自主的空間就更大 更何況它如果買了中國的戰機 它就有條件跟美國人討價還價 可以買到更便宜的更好的 甚至美國人賣武器 都不敢再附加條件了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這個對他們只有好沒有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中國的後勤補給 如果你源源不絕都很穩定的話 它為什麼不買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真的是這個市場 潛力真的是很大 市場潛力很大 尤其是我們也提到說什麼呢 中國大陸我們剛才提到的 這些戰鬥機呢 包括了殲10C 蕭龍 還有包括殲3速都可以放什麼導彈呢 空空導彈 這個空導彈最強的就是 一定要提到中國大陸的霹靂15 霹靂10跟霹靂15 這是殲20的 它中間這個地方是霹靂15 外面的可以放兩個霹靂10 那最近可以看到殲20發射的飛彈 被說呢它應該發射的是霹靂10 那霹靂10跟15呢 它都很重要 霹靂15呢它的射程可以來到了200公里 這又是世界最強 對 我們看到一般來說的話 由於這個殲20它是隱身戰機 所以它如果不想被雷達偵測到的話 一般來講它的導彈都會放在這個 它的肚子 彈艙裡面 它的肌腹裡面包覆起來 可是如果說它這次執行的任務 這個面對的比較複雜 那麼需要量比較大的話 它會有兩個外掛的 就是這邊 對 但是這兩個外掛的 比較容易被偵測到 對 一般來講這兩個外掛的 就是通常都是首先使用的 先打出去 然後再來就是用這個 那個 對 彈艙裡面的 那各位想如果說我今天的導彈 作戰半徑可以到200公里 或是150公里 而我的雷達一定要超過200公里以上 因為你一定要看到 然後看得到要打得到 你不能夠說我看不到我打得到 不可能的事 一定是看得到打得到 那問題就在於 當我的戰機 尤其是我的戰機本身有電戰機的功能 那後面的電子飛行員 它本身也可以透過空警機 也可以透過這個地面的 各種訊息的數據鏈的傳喚 然後的交換 然後它可以看到整個作戰面積 它可以同時鎖定幾個目標 那鎖定完了以後發射完 那它就可以脫離戰場 那這個部分裡面它本身 假設你想想看 如果它在台北 發現在苗栗台中 有這個對方的飛機 或者是在台灣海峽 因為台灣海峽才180公里 對 而還沒有越過中線 它就看到了 它就看到了 在這個時候 它先看到它就發射了 它就執行別的任務 而那個導彈繼續去執行它的任務 那你想它的作戰力 當然就會很強 沒錯 所以呢中國大陸 在導彈這一塊很強 還有科研能力也非常強 我們來介紹說華為又有重磅的消息 華為呢 中端雲端的服務呢 總裁朱永剛說 非常高興呢 跟美團成為鴻蒙宣 它的重要合作夥伴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華為宣布要跟美團 在鴻蒙OS為基礎下 要創新呢 要進行研發 然後呢 進行相關的開發 然後呢重點是呢 就是 它現在要加入鴻蒙OS系統 要來開發它的APP了 它斷開了安卓系統 像美團要加入鴻蒙的系統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磅的消息 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中國這些超大型的企業 他們本身對於中國自己的 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 尤其是這些很爭氣的企業 他們的一種實際行動的大力支持 這也是另外一種愛國的表現 OK 因為你看起來是商業行為 其實它也是一種愛國 為什麼 因為我想很多企業都看到 華為是受到美國不公平的對待 美國拉了它的盟國 很多盟國包括澳大利亞 包括這個德國 包括很多很多英國等這些國家 猛力的要打壓華為 要把華為從地球表面剷除掉 那華為經過三年的潛龍勿用 這樣的一個情形 政府的支持 然後它脫胎換骨 從新在跟iPhone跟美國的政府 直接叫板 直接競爭 而它成功了 它勝利了 它是成功的勝利組 它自己也建立起自己的生態系統 那中國大陸有很多企業 它就很清楚知道 如果它繼續依賴美國的 這些作業系統 生態系統 有一天美國要砍掉它 也做同樣的事 它該怎麼辦 對 第一個它要去風險化 第二個它要位於籌謀 第三個它要支持華為 讓華為的這個鴻蒙系統 更加的強壯 那我的企業 我的產品 我跟你的生態系統 相鏈接 對 相結合 我使用你的生態系統 那你想這樣的情形下 華為本身的鴻蒙使用者越來越大 然後它的滲透力越來越強 它本身的市場規模 越做越大 它就有越多的研發人員 研發經費一直投資下去 沒錯 它的APP的系統掛鉤的 就是掛在它的作業系統上的 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齊全 越來越完整 對 很快的時間 它可以跟安卓系統 並假期需 接著它要開始進入超越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中國的很多這些愛國的企業 而且愛好自己國家 而且也為自己好 他們紛紛的加入這套系統 這真的是一個 多贏雙贏的一個局面 而且他們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真的是好樣 因為他們讓中國的企業 以後都永遠不再被外國的政府 所打壓 對啊 美國在打壓中國大陸以前 中國大陸願意跟你來做生意 但是現在呢 你東卡西卡的 搞到現在呢 都來支持的國貨 那你美國會有多大的獲利呢 尤其是來看到 這真的是重磅消息 因為我們叫美團 在中國大陸買東西的時候 都會用美團訂東西 這個用戶量極大 又很方便 然後呢 我們剛才說的鴻蒙生態系統 已經怎麼樣 已經有七億人使用 七億個這個裝置在使用 這個鴻蒙系統 然後呢 這個消息一公佈之後 華為概念度 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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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了 另外呢 日本經濟新聞也說 也許智慧型手機 在2050年會消失 因為智慧型手機 現在普及率很高 不過他說到2030年會降到60 2050也許會降到 大概只有10左右 為什麼 他有一個意思說 因為智慧型手機 已經進入了技術瓶頸期 然後新興技術呢 跟成長期 跟潛在用戶的培養期 三個事情的疊加 那重點是呢 為什麼手機可能不見 因為萬物互聯的世界來了 穿戴式裝置等等的元宇宙 這些都是影響 人類下一代的通訊 那這個機會不就是鴻蒙 不就是華為嗎 對啊 因為華為現在要打造了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以前 我們身上都要帶一個 這麼笨重的機器 對 如果有一天就是一個 一個裝在式的一個手錶 手錶就是手機 然後我現在要看什麼 我只要一按 然後他就跑出來一個螢幕 或者是我今天 跟這個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做我的界面 那甚至我就在上面 就直接可以操作了 那我為什麼還要在手機 對 沒錯 然後或者是我就 我要打電話 我就可以直接聽到了 或者說我眼鏡其實就是可以看到 我眼鏡本身都可以看到東西 然後我可以用我的感應 都直接可以作業的話 幹嘛要用手機 為什麼要用手機 對 但是這個還是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對 沒錯 有時候不要太過度的樂觀說 即將馬上去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對 它是一個概念 它是一個萬物互聯 在發展中的 那各位想想看 以後所有的裝在式的裝置 你一上車 然後車子上提供給你的所有的 這些電子設備 包括面板 包括什麼 包括iPad 所有的這些平板電腦 所有的東西 甚至未來在駕駛艙 或是乘客艙裡面 它本身就可以有一套 自己的系統在看 情況都會變 世界改變的速度 我們要跟上 尤其我們這個老人家要跟上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對 不過所幸還好 現在的小學的教育 已經教孩子電腦語言 程式語言 所以現在的小孩 是跟著我們的新時代 在一起成長 所以他們永遠是新時代的孩子 有未來 但老師你覺得這個未來 是不是華為更加能掌握了 華為當然 因為華為本身是走在前端的 華為本身在人才的培養 不吝嗇 在研發經費 不吝嗇 在新的創新 不吝嗇 你想想看 這樣的一個產 一個企業 被美國用一國之力 在卯足他的G7 還有他的盟國的力量 想方設法要把華為打趴 華為有被打趴嗎 沒有啊 沒有啊 而且不但活得好好的 而且脊梁股硬得很 而且讓美國的聯盟多 氣到我看那個鼻子都越來越高了 因為只是一直在吐氣 然後氣到不行 但是奈我何 所以呢未來這個手機市場 就算沒有了這個傳統的 所謂智慧型手機 但是這個未來是掌握在華為的手裡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 今天的照片